HELLO 大家好 我是高雅老師 今天的企劃不太一樣 然後為什麼現在遮著臉呢 因為我現在是素顏 然後我們今天是要做50萬訂閱的Q&A 那前陣子有跟大家徵求大家想問我的問題 那今天抓抓幫大家選了50個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這些有什麼問題吧 所以我們第一個問題是 老師我想看你拍一部化妝的影片介紹你的美妝用品 沒有問題我們邀請到我們工作室 最有人氣的兩位男士來幫我化妝 OK 剛剛他們兩個一個在查煙燻妝 一個在查搖滾妝 我覺得我有點擔心 好 那麼第一位呢 就邀請我們人氣最高的剪輯師喵太 耶 耶 哇塞 好爛喔 今天就是一個暴走狀態 所以我們今天遊戲規則 因為我們有50題嘛 所以前25題達完之前他要完成他的化妝 如果他沒有完成的話他就要直接離場 這樣子 好所以你有25題的時間可以幫我化妝 好的好的 拿進來了嗎 對我幫你起出我們的化妝品 這個 這些基本上就是我自己真的平常化妝會用到的東西 今天這支影片也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我用哪些東西 雖然說有些其實平常沒有用 只是因為我們要拍影片所以假裝我有用 這樣子 好那麼就開始 在開始之前先戴個隱形眼鏡 上次我換了隱形眼鏡之後就有很多人在問 就跟大家順便介紹一下我用的是愛爾康的 要不要拿近一點怕近的我看不到 我沒手 好OK OK大家自己對焦了 好為什麼這部分不讓他們來做 因為我怕我會被戳瞎 所以還是我來就好了我來為大家代勞 對 在我們拆包裝的同時我來問一下沒有要代勞 好 請問你現在今天準備幫老師畫什麼樣的妝容呢 我希望帶一點性感 然後又有一點那你經驗然後從你裡野獸的感情 我怎麼不是很相信你呢 好了那我現在隱形眼鏡已經戴完了 我們可以正式開始了 那我們就一邊回答大家的問題了 OK 我今天就是要來被大家玩的 好好的那我們玩一下 那我先用保濕化妝水 菜瓜水 來眼睛閉一下 反應有那麼大嗎 笑屁 因為會選手的你會在那邊笑 不是你放我抹開嗎 是用手撥嗎 可以啊 要拍的話 來輕輕呵護 請來小雞雞 你不是說要像小雞雞 這個能撥嗎 這個會直接B掉 這樣努力齁 好你們可以開始了 好老師問問第二題囉 是請說 剛老師有割雙眼皮嗎 沒有我只是有貼雙眼皮貼而已 但我本來就有雙眼皮只是沒有那麼深 會不會太油 我好像會磨太多了 沒關係 反正我現在我也看不到 第三題 請問剛老師是什麼星座的呢 我是摩羯座 然後生日是1月9號 大家記得送我禮物 不是 這是什麼 你猜猜看啊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應該是粉底吧 我們後製會再幫大家上那個商品 現在的問題比較敏感 好 你們要看選手好像進行蠻順利的 來第四題 標老師你什麼Cup的咧 你們真的是很直接 喝一下 就是這個Cup OK 老師沒有打算回頭 大家只有想像喔 第五題 標老師最不擅長做什麼事呢 我最不擅長運動啊 就是很不喜歡運動 不喜歡流汗 標老師如果這樣運動你會把你的事情 我可能會撒嬌一下還是本土 不要 欸不要動 不要動 好好好 OK 我們現在看到我們要看選手 晶雕系組當中 對 要看你現在做的動作是什麼呢 磨皮吧 是以一個控制角度來說的吧 你要跟大家解說一下 現在老師的皮膚 你覺得有什麼變化嗎 比原本更有氣色一點 可能我選顏色很漂亮吧 但其實你也沒有其他顏色可以選 不要那麼早破梗 下一題 第六題 老師你現在有男朋友嗎 沒有 歡迎大家 不要好了 本來要說歡迎大家報名 但我怕會太多人報名 這樣子 等一下 沒有太選手了 那個刷子好像有點在插老師 你很笑 真的不知道這怎麼使用 但是我覺得我下手蠻輕的 立刻進去進去囉 老師在談戀愛的過程中 有什麼印象深刻的之變嗎 以前的 不好說 等我叫下一個女 不是女 如此多元成家 不是 等我叫下一個男朋友的時候 我再來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怎麼會這樣子 驚喜一下的概念 要看你很好嗎 你覺得那個是什麼 我覺得那個應該塗口紅的吧 好來 下一題囉 不要留太多時間給他好不好 現在什麼類型的男生有什麼條件嗎 有什麼條件 眼線筆 來喔我們來畫眼線囉 我很久沒有美妝手了 我不知道是什麼品牌的眼線筆 有一個玫瑰 對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OK好 來囉 你剛剛問題是什麼 我又忘記了 什麼條件 這是要好溝通吧 好像 忍不住要拉長我的人妝 然後要幽默 然後要 不會亂發土器 這樣子 好我們大家都聽到囉 覺得自己符合條件的 趕快來找老師上課 對 證明是來上課 你的男朋友 要喜歡唱歌的男朋友嗎 當然會唱歌最好啊 因為我這麼愛唱歌 對不對 但是我也有教過 不算太會唱歌的 但是就是很有才華這樣子 歪掉了 忍住 不要太可憐了 你在跟自己打換嗎 下一題的第九題囉 你是在畫我內眼睫嗎 我覺得我內眼睫剛剛有點翻出來的感覺 等一下我擦一下我的眼淚 第九題喔 你看老師介紹姐弟戀或是爺孫戀嗎 爺孫戀也太誇張了吧 爺孫戀是要插到幾歲40歲嗎 那姐弟戀呢 姐弟戀可以啊 就是心靈師成熟就可以啊 老師眼淚流出來 我幫你擦掉 幫你擦出來是黑色的水 你告訴我 老師第十題喔 來 希望你現在的狀態可以保持自信的回答字題喔 好的請說 第十題 就是一個中山女高的學妹想問的 老師你有自信的樣子好美喔 然後請問你怎麼樣可以提升自己的自信呢 要怎麼提升自己的自信 給圓風化妝 我自己覺得有一點很關鍵就是 永遠要做你自己選擇要去做的事情 不要聽別人 告訴你要做什麼 我覺得好像太嚴肅了一點 等一下我幫你的工具也用壞了 我幫你那個遮回去 那你現在要進行有什麼步驟嗎 油畫的部分嗎 畫錯的部分把它蓋起來 對沒有錯 人而不正經的回答就是 就是這麼自信 握一下頭髮就會有自信了 握起來 握起來 看什麼東西 眉毛 眉毛是什麼 唉 這不是這是打光的 我還怕 老師有養寵物嗎 有 如果有人的話叫什麼名字 我有養兩隻 一直叫咪咪一直叫BB 為什麼選擇養貓呢 養多久了 為什麼選擇養貓 因為不用溜啊 養多久我從大二的時候就去領養了 那時候其實有另外一隻貓在選擇 但後來為什麼選了咪咪呢 因為我覺得咪咪長得太醜了 而且叫聲又這麼難聽 我不領養她 誰會領養她 你是畫眉毛的 好第十三題 不好意思她解體了 她反正就有點解體了 我們要聽她太快速了 因為她喵太有種光的感覺 好好好 第二題請問老師 你的貓吸起來是什麼味道 我的貓吸起來是什麼味道 欸咪咪來 好聞一下 要聞多久 你聞看是什麼味道 他太口臟了 有點報紙的味道 就是比較紙類的味道 好臭 下一題 14題 老師請問你拍一支影片要多久 如果是影片論壇大概是半小時左右吧 但像今天大概拍到三小時 我猜 哇你眉毛皺起來差點花錯 請問老師拍影片遇到最困難的情況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很多影片是不能盈利的啊大家 所以麻煩大家 多多加入會員支持我們喔 感謝大家 救命 救命 16題 如果不單歌唱老師 會重置什麼職業呢 有很大機會應該去當獸醫吧 因為畢竟我以前大學是讀獸醫的 哇你現在發生什麼事情 笑一下 請問念獸醫系發生過有趣的事情是什麼呢 大五的時候就是要實習啊 實習真的太多有趣的事情了 我覺得最有趣的 我個人覺得比較少可以遇到的就是大動物的事情 所謂大動物就是 天啊 弄不開他神器了 在掃把 我想說他好像力道有點大 就是大動物呢最主要的就是牛 然後我們牛呢會需要把手伸到牛的肛門裡面 其實手是整隻伸進去然後他的肛門口是在這裡的 但是所以我們整隻手是在牛的職場裡面 就整隻 好 感覺好像少了些什麼 下一題18題吧 應該少了很多東西 那題老師 目前學唱歌是專業報名學還是自學的呢 算是自學吧 就是只是小學是讀音樂班 然後國中高中大學一直都唱歌唱成 好 19題 OMG 老師你學音樂的背景動機 剛剛好像有點重複 就是國小的時候是讀音樂班的 動機 那你們要再發生什麼事了 來貝泰你現在發生什麼事了 我覺得他變得很Sexy OK OK 讀音樂班會想要去學嗎 為什麼想要去學 好開心喔 自己好像跟上集完全重複了是不是 好那我們去下一題啦 請問 老師你國小讀音樂班是自己想讀還是父母規劃 當然是父母啊 我們小拿懂那麼多事情啊 誰知道啊 那為什麼父母會想要來你的音樂班 因為以前有一句廣告詞打得非常兇 叫做 學音樂的孩子不會變壞 不是不是不是這個顏色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妖怪非常的光 對啊 大概20題囉 我們現在剛剛不說 喂 21題 當歌唱教學類型 英語版的動機是什麼呢 這是 走投無路啊不是 主要就是覺得說好的知識 就分享給大家 這個已經磨到看不到任何的品牌了 你要磨這麼爽 對 然後來畫口紅囉 來我們上下唇齁 來擰一下 來擰一下 我還蠻不行的 最後就怕了 由於剛剛口紅好像用太紅 我剛剛發現還有另外一個顏色 所以我決定進行油畫的部分 把它補上去 非常重的22題囉 這是一個你2017年開始的觀眾 就是平常剛開始的時候問的 老師請問影片質量發生顯著提升的契機是什麼 因為你一開始的影片跟色調還有妝都蠻恐怖的耶 沒禮貌 化妝是我們去找老師特別學啊 當然不是長現在的妝啦 對OK 那影片質量當然就是因為有我們就是非常厲害的剪輯師 你們看到的影片都是他剪的 對那些奇怪的特效 23題 請問 其實影片論壇就還是有在教學啊 還是你覺得沒有學到東西呢 因為其實基本上是透過影片論壇在教大家東西啊 所以建議就是每一支影片都要看 下面都有連結大家看起來 做很多事情啊 其實現在雖然說我有YouTuber的身份 但其實我主要是歌唱教學 你還好嗎 我很好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時間是在處理歌唱教學那一塊的業務 而且再加上現在有團隊了 團隊每個人要做的事情也都要去管理啊 沒有大家想像那麼閒 我現在一週七天我要工作七天 我是沒有休息的 大家下班我是沒有下班 因為我還有小孩耶 OK我也是非常非常busy 趕快你現在要做什麼跟觀眾說一下 我現在來幫老師貼眼睫毛 就是很長 謝謝你的解說 很長 那我們在喵太天眼睫毛上來進行喵太的最後一題 25題 對於頻道有什麼期許或大型的計畫呢 我們現在最主要計畫就是我們有推出練習生制度 想要讓就是真的想要當歌手的人 可以一步步的朝向歌手的夢想前進 現在嗎 然後 然後期許當然就是 非常相似的 轉一個方向 在眼睫毛上去說 那我們就歡迎下一位來賓 老師我側面看你這邊那個盧鋪非常的明顯 哈哈哈哈哈哈 OK 我陷腹 小賴你進來是不用跟大家打包吹嗎 哦 嗨大家好我是小賴